我這齣棋袍是從1987年開始 這齣棋袍 這個棋袍屬於我們中國一個國粹 所以從小對棋袍有一種嚮往 那麼棋袍最多的時候 要到2000年的時候興起 手工製作的那個穿起來的效果 會比機器做的靈活一點 是不一樣的 旗袍比較繁瑣的 所以說要堅持不懈的把這門手藝傳下去 是需要耐心去做好這件事情 把這門手藝發揚光大吧